HELLO 今天的影片呢 要跟你們分享的是我現在臉上的這一個 非常自然的妝容 好啦 今天的影片要跟你們分享的是 Full Face Using Highlighter的挑戰影片 然後我會做這個影片呢 是因為之前Semi tag了我 雖然已經等了有一陣子我才做這個影片 是因為我就在等一個我的寶貝 我等了他 等得好苦喔 等了他應該快兩個月了吧 就是我請朋友幫我帶回來的 這個是Anastasia的Glow Kit 然後我買的色號是That's Glow 他裡面呢 就是四個非常非常漂亮的打亮色 如果你喜歡高調的打亮 走大概一百公尺外 就會看到你臉上的highlight的話呢 你一定要買這一盤 真的很漂亮 要謝謝Semi tag我才能做這麼好玩的影片 那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你喜歡我的分享的話呢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我現在已經臉是完全沒有底的 然後眉毛 眉毛我已經先畫好了 然後眼睛呢 我已經先上了 就是我平常用的Niss的眼皮大鼻膏 然後稍微用蜜粉壓過 我很想試試看就是我 之前買Coverpop的眼影 然後這兩個是我很早用到的 一個是Tassel 就是白金的亮片 珠光 然後另外一個是Sugar 就是一個 呃 綠 綠色亮片 珠光的眼影 眼窩色 我要先用這個 WOW 超興奮要用這個 GOLDEN BRONZE 先上眼窩的地方 其實好像沒有那麼奇怪欸 還蠻有看的 就讓它眼窩有一個 比較純粹的感覺 接下來我就要開始 眼皮的重東西 用乾淨的眼影刷 然後擀這個是 白金的 亮片 其實它這一顆呢 不算是非常細的珠光 它比較偏向是 大顆 就是珠光再加上大顆的 亮片亮質 我要上在眼皮的 大概前半部吧 雖然我不太喜歡 就是大顆亮片的東西 可是其實這樣堆疊起來 顏色真的超級漂亮的 眼睛後半部呢 就要用 綠色的這一顆 超亮的 這一顆的亮片 比剛剛那個 再細一點點 我覺得它上起來的顏色 會比這個 再緊密一點點 沒有那麼多的空隙 毛顏色也超漂亮 我喜歡 用乾淨的暈染刷呢 稍微的把 剛剛這邊的 眼線刷開來 用小隻的暈染刷 再加一點 剛剛的那個顏色 是超美的 畫這樣出門我OK 剩幾個風光顏色 好然後剩下的我就先畫完臉 再來上 是很嚇的 臉我超緊張的 因為我覺得上全臉真的是 蠻可怕的 雖然就是看 像其他人畫 我覺得畫完都很漂亮 可是上一次我畫完之後 我就整個 看那照片我真的是 沒有尷尬一座 所以我今天就再來挑再一次 好 然後我今天就是我會先上個底 然後等一下才會全部都用 就是 打亮上這樣 全臉上這一個是 Loreal的 曙光打亮 好 我先遮一點 黑眼圈的地方 用一個 用我們同系列的就是 Recover的 遮瑕 所以我覺得這一支就是唯一有一個缺點 就是它如果上在眼上 很容易激顯 所以我通常 會避開眼下的位置 所以我通常 好 然後再來呢 我想要先用這個 這個 這個是我現在 日本玩的 City Color的 然後 它有點像是就是 HIGHLIGHT CREAM 其實我平常就是喜歡 它比較低調一點點 打亮 然後 就用 這樣 然後 CREAM 狀 那種 彈就彈 好 好 然後這一個是 Positions Formular的 四個打亮 這兩個 上次我就是 單用這一個 結果我發現 上起來效果 太 整個就變成 全部是 古銅色的感覺 先從顏色的地方 然後 亮一點的顏色 亮一點的顏色 這樣點一下看起來比較亮 開始了 OK 變了 所以它要 這邊的那個 紋路 開始跑出來 那個 中間色 Kindy Loo 我本來就很喜歡用這個來上彩 這個好像 可是不會疊得那麼誇張 Bronzer 我要再回來這一台 其實我就是要大力的使用這一盤 用這一盤 然後 上 Bronzer 這個上應該蠻漂亮的吧 再來就是上下眼影的地方 我就想要用 一樣是這個Bronzer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一個 百搭色 我其實想要在 那個內眼線的地方再多加一點顏色 不然我就覺得好不像我 你來疊一個什麼顏色好了 內眼線的地方疊一個 綠色的一個 這也是一個 就是 有珠光的顏色 應該也算吧 就覺得畫這種 瘋狂的 妝容的時候 不帶一點顏色 好像很怪欸 就不是 不是我的光顏色 好多了吧 最後要來上 全臉的 打亮 打亮 鼻子全部 這邊中臉打亮呢 有用我 最喜歡的這個顏色是 它叫做 Sunburst 因為剛剛已經全臉都打了 所以 我只想要中臉部位小範圍 然後我現在就用這個 這樣刷 好美 其實它看起來很金欸 可是其實上起來啊 它比較偏 它就帶一點點 金黃的 光澤 可是上起來又 蠻 沒有那麼黃 但是其實蠻亮的 因為有一點點白金 我不會形容啊 可是就很漂亮啊 反正就是我平常都 這麼打亮的地方 然後 從相機裡面看 它光澤 但是 我的天啊 超美的 眼頭的打亮 你用才好 我覺得這個 非常的 撐得住場面 還有眉毛 我真的很愛這個眼 好 然後我現在呢 先把 我要先把睫毛上完 然後再上 上完睫毛了 然後現在剩下 嘴巴 我很猶豫欸 我不知道 我到底是要用 我到底是要用 這個呢 這個是 Compop的 Climax 就是一個 藍色 藍紫色的 顏色 但這個是霧面的 然後 另外一個我在猶豫的是 這個也是 City Color 做之前 在日本買的 然後它是 它叫做 White Go 嗯 它就是很像一個眼影膏的概念啊 好 好希望你們現在可以告訴我 我到底要選哪一個 好 我決定 這一個 要用 Lab Square的遮瑕刷 這次來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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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有一種 很像街頭藝人的那個 裝一看梳妝的感覺 啊 完成